每到月底发心前 你是否也有吃不起大餐 但冰箱里却剩菜满满的情况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微风走进厨房 让剩余的食材变身月底大餐吧 首先我们要来挑选这道料理的灵魂食材 由于我们是要解决冰箱里的剩菜 加上即时汤包 还是要解决冰箱里 随ché 感谢观看